我們來看看Delta來襲了新北大動作 關門打狗這一波的難關 我們有沒有可能就很幸運的度過 因為對很多民眾來說 他真的是搓了蛋 他好不容易度過了上一波的難關 眼看著曙光要來了 沒有想到又來Delta 他們現在的心情真的是七上八下 我們先來看看 國內最近的物價的變化一覽表 這個是主記處的給我們的資料 也就是我們的消費者物價指數 它的變動越高 代表現在的物價的波動越大 先來看看8月物價指數是多少 CPI年增率是2.36 其實已經到了一個警戒線了 我們很快的帶您來看一下 最近的這些物價的情況 蔬菜漲了35.22% 水果3.6% 豬肉7.2% 油料費漲了23.24% 如果你覺得這樣的CPI 它的年增率已經算是很大了 經濟學的老師告訴你 其實官方的CPI還保守通膨的現象 民間實際上通膨的現象更加的嚴重 這是重大的金融系的老師 尹乃平教授告訴我們的 另外我們來看看一個現象面 這個是士林夜市在台北市 過去它消逃了很久 我們直擊看到的畫面是這樣 短短的300公尺 就有22家店面 空置 在這個時間點我們看到新北市 當然他非常的繃緊神經 正在對抗疫情 中秋節又要來了 有觀眾朋友在問說 欸 今年還沒什麼烤 好 侯友宜說 中秋節禁止公共區域烤肉 不支持社區內烤肉 那另外他設立了專責的醫院 他很快的就把一些醫院清空 徵用病床 來到了這個1000多床 希望可以因應 有可能來的這個疫情的話 我們趕快來做最大的因應 那另外他自己也坐鎮板橋清空社區 我們剛剛也提到了400多人的社區 全部把人給撤離了 連貓貓狗狗都撤離了 還有從明天開始 一個禮拜內 餐飲的內用全部禁止 像是籃球場 棒壘球場 運動中心都關閉一周 那其他縣市是怎麼看的呢 我們來看看 這個台南市長 這個黃偉哲 他昨天講了一句話 在網路上也蠻多人 有回應的 他說中秋節不鼓勵烤肉 可是可以吃吃火鍋 我們來聽聽看 我們來問一下家瑜跟黃偉哲熟嗎 跟黃市長熟嗎 他怎麼會突然冒出這一句話 大家就覺得有點 有得要散半了 怎麼會吃火鍋 這個烤肉不行吃火鍋 其實這也是共餐 所以對反應來說也很不OK 其實吃火鍋 好像也是要團聚才能吃火鍋 這個跟烤肉不知道有什麼不一樣 但是我是覺得 黃偉哲市長他可能就是 想要叫大家不要烤肉 但是問題就是說 這次因為疫情的關係 其實大家也都知道 要烤肉真的很辛苦 所以我特別做了這個 有月亮的口罩 就大家中秋節不用出門賞月 其實看口罩上面就有月亮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郭家瑜趁機打自己的廣告 其實這個疫情 確實影響到很多的小店家 因為我今天早上 也是到我們內湖的餐飲街 就是在內科旁邊內湖錄一段 平常都是人身頂分 因為很多內科的上班族 都中午會去那裡用餐 這些店家大概有一半以上都沒開 從五月疫情到現在 幾乎都沒有開 大部分都改做外送 然後去吃飯的人 也都是稀稀落落 大家都不敢出門 那如果你再看一下說 今天有一個就是說 診所從五月到現在 大概倒了兩百多家 連一般的基層診所都撐不住 因為不僅是這個租金 人事等等的費用 包括因為疫情 很多人也不敢去看診 那甚至戴口罩 可能感冒的人也變少了 所以基層診所 也受到很大的影響 所以其實包括通膨的問題 包括這個租金的問題 包括很多的經濟的問題 這個是大家現在所面對 除了疫情之外 另一波小市民 現在所面對最大的問題 那這個就是有在政府 透過紓困來處理 所以今天也有很多人在問說 那到底振興券 還要不要發 所謂的五倍券 現在改叫振興券 十月還要如期進行嗎 如果這個Delta 再持續擴大的話 那可能不是振興了 你必須要趕快紓困 所以這又回到 就是之前大家 有所提到的這些問題 所以我是覺得說 現在政府有點左右為難 一方面疫苗的問題 也沒有辦法滿足大家的需求 一方面經濟的問題 又一直不斷的惡化 那其實對執政人來講 都是很大的重擔 到底政府是左右為難 還是束手無策 還是根本就無能 剛剛田子跟高委員 都提到這個 同島一命 這種呼口號的方式 田子 我也不曉得 你跟高嘉瑜 到底對還是不對 所以我只好求教於觀眾朋友 你相信同島一命三個一 你不相信三個二 好 那我公布我的答案 我的答案是這樣子 同島不同命 觀眾朋友我講的也不一定對 你相信同島移民 你相信就打三個一 你不相信就打三個二 那這個剛剛田子提到的 這個經濟緊張 它不是今天發生 它從5月2級3級 一路下來就是這樣子 蔡總統做了什麼 蔡總統叫我們在家裡看奧運 奧運已經結束了 那要看什麼 你沒東西看 不是高嘉瑜講得這麼雲淡風輕 是誰在執政 觀眾朋友 在我們疫情如此嚴峻 經濟如此崩壞的時候 柯建民跟林志堅想說 新竹市 新竹縣來合併一下好了 沒有 沒要算 你在想什麼 你怎麼有心情去想那個 昨天林志堅還跑去見蔡總統 你們都沒事做了嗎 疫情都結束了嗎 經濟都復出了嗎 百工百業都正常上班了嗎 你說怎麼在想那個 我給林志堅 因為他們是師徒 你們兩個真的很糟糕 人家現在大家都在打賽 你想說我要翻新的市長 你在想什麼 前度我特別要一分鐘講一下 陳時中竟然跑去告網友 人家在網路批評他 你去告網友 來... 導播拜託一下 吳子嘉批陳時中說謊 陳時中你為什麼不去告吳子嘉 人家公開說你說謊 也在前職的節目講過 有沒有 他公開講過 你只敢欺負網友 你為什麼不敢去告吳子嘉 你莫名其妙 人家批評你一下 來... 3加11 你後來又說3加11不是破口 你被人家批滿口謊言 你也不敢告 人家記者問你高端 你也不高興 你還說人家態度不健康 你還發飆 陳時中你講過說 你怎麼這麼沒法當 人家的網友給你批評一下 前度我對北約那個把關 我也很不認同 他本來就可受公平 他坐在神壇上面 他民調這麼高 你批評兩句 你就說他這個 你就判他有罪 我跟你講 這個被判的朋友 我是不認識你 你就Copy前次這個畫面 你就跑去上訴 我跟你講你可能會贏 因為吳子嘉批 這是半年前的事情 我們這個追溯期之後6個月 他講了不止一次 吳子嘉批評陳時中很多次了 對 人家說你說好 你都不告他 我批評你兩句 你就是判家有罪 我們這不是變成警察國家 變成查水表的 所以今天這個 前提你剛剛講說 這些物價指出這些苦 是誰造成的 當然是蔡政府造成的 難道是國民黨造成 國民黨又沒來執政 誰要負責 當然是蔡總統要負責 他有負責嗎 所以我剛剛講說 他的民調還會回升 原來是有些朋友 把BNT到貨 復必泰到貨的功勞 算在他頭上 連陳時中的民調也回升 我看得快昏倒了 雖然我沒有很意外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 這個疫苗 我們去年本來就要買的 我講了幾遍了 你就是不聽 那現在疫苗來說 好棒棒 一點都不棒 是如果 前次 如果這個BNT 我們早就打了 我們會去討論這個嗎 這個可能都可以避免的 但是因為蔡政府的執政 到今天這個局面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更多精彩內容 1700 馬上回來